无度供养的佛 接下来请收看 幸福国度 慈悲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扶机心 以正空信 修大飞心 为了免除动物被屠杀的痛苦 人们远离造作屠杀恶业所受恶果 世界应尽处杀业而安和 海淘法师于2013年10月的布丹行中 极力推动救护生命 在布丹的牦牛 我们这次来布丹 以后会经常救牦牛 然后不要被杀 10月9日带领随行大众 来到亭部一处僻静隐秘林地 这里是牧民私下宰杀牦牛之处 大家不要靠近哦 这个是野生的 所以他们会怕 不只是怕他会攻击哦 所以我们要原力一点 因为牛来这边很痛苦 这边是他们偷偷杀牛的地方 就是那个桥上 桥上 他们现在走过那个桥上平台 然后内脏就丢到那个洞里面 所以没办法 因为他们从山上偷印下来 杀好从这边印到都市去 所以在这边给他们买下来 所以不要回旗子 也不要太近 大家默默念的欧玛丽贝美奉 希望这些你有安定 得救了 如果我们大家没有救 他们来到这边就是要屠宰的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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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欧玛丽贝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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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间空地 燃烧着井烟 进除此地一切恶缘障难 从屠刀下逃脱的牦牛们 暂时安置在树下 布纳卡 布纳卡 和 伊亭林蒙格 今天是一个非常的殊胜的日子 一林海道法师到这里 那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方式的 举办的发会 或者是放生的行程 听普 还有在布拉克县市 跟蒙格尔县市都有 那这些都是实际上是 它是一个非法的 不单的国家 政府是不允许 他们可以杀 或者是为了要捕杀那样这些 所以我们也 开始跟政府 有检举 希望能够政府也 去管理这些 非法养的跟 住的方面 那我们这次会放一些养跟住 那好消息就是 政府那边已经批了一个公文 就是他们不可以 继续的养这些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 不只是放生 我们可以救很多的 众生的生命 那就是实际上 这些杀那个 牦牛的这些部分 他们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原住民 也是有蒙民族的 那他们的教育也没有那么好 那并且他们是 住生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那平常生活方面呢 非常的困难 他们没有所谓的任何的一些 食物等等 才不会容易长出来 所以他们呢 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家庭 还有他们的小孩子的教育的 这些的部分 还有他们平常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们有的是不得已 才会杀这些的牦牛 来他们能够争取 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 那他们也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行为 所以有一些他们在这边呢 刚刚有讲到说 他们也是今天 跟海拔师傅要受戒 就是他们要承诺 从今天开始 不杀这些的这个牦牛 那希望我们也是一个 能够他们呢 如法遵守这个戒 林间空地 燃烧着井烟 进除此地一切厄园障难 从屠刀下逃脱的牦牛们 暂时安置在树下 因为牛来这边很痛苦 这边是他们偷偷杀牛的地方 一开始 牛儿们显得很紧张 不断挣扎 我今发愿 我今发愿 从今日 从今日 来自未来 来自未来 不杀生 不杀牛 不杀牛 如果虾片做得到也可以 不吃牛肉 不吃牛肉 直至成佛 直至成佛 以此功德 以此功德 可向法界众生 法界众生 所有牛类众生 所有牛类众生 共享功德 好 大家功德无量 代阿堂 跟着这样 不忘不得 那也说好 后来 或许是感受到 此地不同以往的慈爱氛围 渐渐平静了下来 最后 卸下心房 不再紧盯着 往来走动的人们 放心的大口 吃着新鲜的草粮 因为经典说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 都是未来的佛 所以 我们是修慈悲心的 所以 一只牛也好 一只狗也好 一只猪也好 一只猪也好 都是我们的父母 都是佛陀的儿子 都是未来的佛 我们要有这个平等心 来帮助他们 特别是这些猫牛 它提供了人类 它们的猫牛的奶 它是织成乳酪 造成我们生命非常健康 长寿有营养 所以佛教里面的精神 我们要知恩报恩 所以 这些牛也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 所以能够救他们的命 就像救我们的父母一样 所有的生命都互相依靠 所以我们在这边放生救命 也是在帮助不丹 帮助世界 因为经典说 能够救命放生的人 生生世世 长寿 健康 不会堕落地域 鬼道出生道 而且 生生世世这些悟命 都会来报恩 所以人在这个世间 不要有仇人 如果你杀生 那你生生世世 就有很多敌人仇人 甚至 会生病 而且贫穷 所以想要利用这个时间 要请示我们慈悲的喇嘛 像这种一头牦牛 救起来要差不多 多少钱 还是他养护的份量有多少 然后大家以后可以花心 好不好 特别各位可以用你自己的父母 或是生病的老人家的名字 来给他救 我想特别在不丹 各位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来不丹 来救牦牛 意义特别的大 所以 等一下我们 也可以马上就 开始救命 可能能够救越多 越好了 我上回听他们的官员说 他们了解了在不丹 一年 杀掉了 牦牛 大概两三百只 所以能够 全部都救的话 那最好 当然要靠我们 慈悲的喇嘛 他才有地方 保护的地方 还让这些牦牛 一辈子 安享天年 今天 共有十八头牦牛 得到救护 更能能可贵的 是当地牧民 发愿不再操持杀业 今天还有几位过去杀牦牛的 他们决心 受戒 从今不再杀牦牛了 所以 要我们大家做证明 等下他们受戒完 可能各位要给给礼物 那他们永远就不会再杀了 是他们要怀怨 也受过我们 奉上他们的教化 他们愿意 我看我们也要受了 他们不杀 我们不吃 对 不吃牛肉 吃牛肉也是杀牛 遍他们生生世世 不杀牛 大家在本身上 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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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红啊红 放飞你心中的爱 拥抱蓝天大地 Long my name be my home Long my name be my home 一群群流氧回归草原 安心的身影 终点